他們跟著你很久 他可能在可能一兩年 跟著你一兩年 其實你要從一個小時礦台 然後他們跟著你一兩年 到中間的一些大轉變 他不能接受一些反彈 然後到最後又持續的支持你到現在 對 我覺得這是讓我滿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哭滿慘的 因為其實我是從小就開始打遊戲 因為爸爸一直很想要有個兒子 陪他打遊戲 殊不知他兩個女兒都陪他打遊戲 而且萬他比他厲害 他有點傻眼 然後後來就久了之後 就很喜歡跟朋友一起打遊戲的感覺 因為我們玩都很瘋 你應該也知道我平常 瘋是什麼樣的程度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很想要把這個很瘋的這種感覺 帶給別人 然後跟大家一起同樂 所以就開始走上了實況的這一條路 但當初是把它當作是很純粹的一個興趣 就是分享快樂的這樣子 其實我應該不會是說 慢慢的就是 慢慢的fail out的那種感覺 我可能會在 我做完一個人生大事 可能到 可能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喜歡在光榮的時候 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留下一個 留下大家一個 帶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之後 大家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說 我就差不多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我是蠻做我自己的 不管是一些舞蹈好了 說話好了 撩人的一些事情好 其實我覺得這是我平常就會去做的事情 可能對象不會是隨隨便便的一個人 而且再加上我在實況上面的一切 包含 橘子啊 言行啊 其實 我都一直跟我的觀眾說 對 這就是我自己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留下 不喜歡也沒有關係 所以 我覺得實況要做得久 或是你很 因為我原本就是從很喜愛去做這件事情的 那你要長久的話 我會覺得我就一直做我自己 這樣子 才不會有突然哪一天 人色崩了 或是自己受不了了 的那一天 因為其實在很前期的時候 我做實況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有一次風格上的轉變 但那時候的轉變是 反而是前面比較壓硬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說實況 要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到後面我開始轉變說 我想做的東西我都要去做 然後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我前面有很多很時鐘的觀眾 他們沒辦法馬上接受到這個轉變 然後就會開始 私底下就會跟我說 我覺得這樣不行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你們都變了啊 怎麼樣 然後你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 他們跟了你很久 但你現在只是開始想做自己的過程中 他們開始不接受 會是開始有反彈了 對 然後我就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很難過的情況下 我就決定跟他們好好的聊一聊 然後到後面他們能知道 我想要什麼 然後 或者是後面再持續的支持我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滿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為 他們跟著你很久 他可能在可能一兩年 跟著一兩年 其實你要從一個小時礦台 然後他們跟著你一兩年 到中間的一些大轉變 他不能接受一些反彈 然後到最後又持續的支持你到現在 對 我覺得這是讓我滿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 哭滿慘的 哭了 就是 我就覺得說 我 我在分享 可能我在分享我的喜悅 我想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然後風格可能有轉變了 然後我覺得我這是開心的 但他們認為說我變了 他們變得就開始不能理解了 但我要如何讓他們去理解 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 他們會因為 知道 沒關係 因為是你 然後我就去支持你 對 所以 就會看著有些 跟著你很久的人 走的走 然後留的留 其實我跟刺鬼我發現我還滿 真的滿合得來 雖然說有人會覺得說我們兩個很像 可能在 可能對他們來說定義有點像 但其實我們很明白 我們兩個是 算是滿截然不同的人 可是我們卻能滿合拍的 這是我滿 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 你要知道實況 圈子 很多人 就像你剛剛有問到 很多人會說 你是做自己 還是因為有個人設 所以其實在互相認識的情 就是互相交流的時候 有時候沒辦法那麼就是 直接相信對方 或者是 或者是讓別人相信你 但是 我跟阿鬼就是 喔 我們兩個能互相 告訴對方 就是我們心裡難過的地方啊 想說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跟他的友誼算是滿 真誠也滿難得的 對 然後 阿鬼我愛你 我最想要一起開實況的 我想應該是LNG的 那個 那時候 因為我很久之前都一直看LNG 然後 我最喜歡老王 然後我很想跟他一起開就是 恐怖遊戲的實況 因為他真的超ㄎㄧㄤ的 超好笑 只要有他 我就一定會看 就是他個人的 個人 設美女嗎 對 對對對 我很喜歡 然後 他的實況就是 右下角都會有一隻青蛙 然後他沒有 就是 他就是沒有視訊 然後右下角有一隻青蛙 我會覺得跟他超符合 超喜歡 超ㄎㄧㄤ的 他為什麼會選擇是恐怖遊戲 因為 就是遇到恐怖遊戲的時候 他那個反應 會是最激動的 然後就最能看到他很強很慌張的那個感覺 對 而且他唱歌很好聽 怎樣的男生喔 我覺得幽默 陽光 風趣的會很吸引我耶 然後 如果你要問我外表的話 我覺得 乾乾淨淨的男孩子其實就很吸引我耶 我必須說 男孩子要乾乾淨淨真的很不容易 譬如說 指甲總不能長烏納垢吧 然後開始看自己指甲 我覺得其實這個要求算是蠻簡單 可是很多人做不到 就你中國人其實很不容易 對啊 其實很多人可能 就是可能今天要出席一個場合 重要的 可能比較重要的場合 他可能呼之就這樣子 也不刮 或是就蠟個三四根這樣 對 那你個人的話也是 會怎麼樣去跟男朋友相處 好 我說如果我有男朋友 是怎麼樣跟他相處 其實我跟 如果我要跟我男朋友相處的話 我覺得我會是 嗯 我們兩個應該會是一個鬥嘴 鬥嘴的那種場面 對 因為有點像是機制 在那邊對答那種 疊對疊 沒有啦 不過我們應該也會是蠻直接 因為我喜歡蠻直接的男孩子 我不太喜歡 繞來繞去的 對 因為我就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像有時候男孩子會覺得說 啊 女孩子都心思都好像很細膩 然後怕傷害別人 或是就沒辦法很直接的 去表達自己所想的 對 然後 我不太喜歡那樣 所以我們應該都是蠻 直來直往的表達自己喜歡的 然後我應該會很常會給他驚喜 因為我是一個 大家都覺得 很外星人的水瓶座 對 我還蠻喜歡給他一些驚喜 我喜歡看到他 臉上可能 的一些就是 受到驚喜的一些笑容 或是受到驚嚇的一些 有趣的畫面 對 所以我覺得跟我相處的一個模式 應該是 還蠻歡樂的 好 有符合標準嗎 嗯 我到目前看來是 蠻符合的啊 哈哈 OK 好好好 受寵若驚嘛 好 想到了 沒想到 好 想不到吧 對 這是驚嚇的第一步 我希望大家來看台的時候呢 都是可以感受到很開心的氛圍 然後或者是可以很做自己 有什麼樣的問題想問的或是心情不好 都可以在我這邊做一個抒發 當然在看實況之餘呢 大家也要把自己的生活好好的顧好哦 當你真的需要有人陪的時候 記得Twitch來找打打妖果洞 我會陪著你哦